这是今天要治疗的牛 师傅已经将它用机器固定住 接着用药玉给牛蹄清洗 将表面的包浆冲干净 这只牛走路并没有异常 可师傅还是不放心 拿来打磨机查看内部情况 将牛蹄坚硬外壳去除 内部角质呈现健康的米白色 整个过程牛不会感觉到疼痛 角质的主要成分是角蛋白 随着牛年龄增长其中已经没有神经 打磨过程就和我们剪支架差不多 左蹄上有个黑疙瘩 师傅小心用打磨机剔除干净 万一里面是个溃烂 那就要窒息了 接着换小刀精细处理 将内侧死角位置的脏东西挂干净 蹄子内部情况很好 没有要发言的迹象 这只蹄子的修理工作就结束了 另几只蹄子师傅也顺便修理了 这工作效率没得说 十分钟一只牛 修完脚后赶紧回去干饭 而师傅也中场休息几分钟 喝起了最爱的咖啡 瞬间满血复活 因为还有很多牛等着修脚 他需要保持工作效率和节省体力 健康蹄子的修理打磨不超过一分钟 给大家看看师傅的手速 这操作你给师傅打几分呢 今天的视频可能有点干吧 给大家加点汤吧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给个三连支持一下吧 感谢您的观看 咱们下期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